應該說前幾 兩年前 尊者用網路 因為我知道尊者有說他一直想把那個 輕便論詩的經典的這個傳承傳下去 因為我們說輕便論詩的經典的傳承 比較稀有的話說什麼 他說什麼 有一個縱觀星耀論 有它的自然論 還有說什麼 有這個光明論 這些來講的話是說什麼 我們是說是輕便論詩的主要的經典裡面來講的話呢 輕便論詩裡面說什麼是 何等名為了意 畏懼正量及依與聖意之故而說 以此意除此 他人任意也不能相與導引故 什麼來講的話呢 他說什麼叫做了意呢 什麼叫做這個 以我們現在這邊來講什麼叫做了意呢 了意是說什麼 是不是他有 你看我們後面就有分兩個差別的 他說 具正量益於聖意 具正量是說什麼 他所說的這一個話是不能被區別的 是正量可以去了解的 是我用量去了解這個之後呢 就如言而取的 所謂叫做 未具正量就是說什麼 他所說的這個字啊 是可以如言而取 是他所說的就是量去正德的 跟什麼 異於聖意之故而說 是嗎 他所要詮釋的是什麼 是聖意的 所以 以秩序派來講 所謂的了意是什麼 是你要從能權跟所權 兩個都具備特徵 才可以叫做什麼叫做了意 他的能權也是要了意 他的所權也是要了意的 能權了意是什麼 他的如言而取的 位於具正量 所權的是了意是什麼 他所權是空性的 那 這個才是所謂的 叫做宣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後面說 以此意除此 他人任意 不能相與導引故 什麼 除了這個意思以外 除了他的文字這樣子以外呢 別人是沒有辦法去解釋為別的 或者區解這個意思的 沒有辦法再做別的解釋了 這就是 就是如他所說的 意思也是如此 如同他所宣說的一樣了 別人 是什麼 以此意除此 除了這個意思 除了這個文字以外 他人是沒有辦法再解釋為別的方向 也沒辦法說 宣說別的方法了 那 那 這個是不是 以上來講的話 我們說 這個來講 就知道說他的意思的話 他說什麼 在 應該說 福盛大師這邊說什麼 那 述說此諸論意有的 既以正展聖意地為主要展示品而說 如實語的契經 為了意經的體性 什麼 就是把以上的 吳靜慧經 三摩帝王經 以及 清辯論師的中光光明論 宣說把這個意思來做一個總結來講的話 福盛大師做一個解釋了 就什麼 他說主要 要詮釋聖意地的 能 如言而取的 這些經典的話呢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了意的經典 是兩個部分都包含在這裡面的 主要詮釋聖意地的 能如言而取的 這些經典的話呢 我們叫做了意經 那後面的是說什麼 那 以正展示 世俗地為主要展示品而說 或不堪 認許為如實語 隨意的契經 為不了意經的體性 既是所說之意 什麼來講的話 你看這邊有個禍了嗎 它是不是有個禍 它是什麼 或者是展示 世俗地的經典 或者 或者是主要展示世俗地的經典 或者是什麼 是不能如 不能如言而取的 我舉一個例子喔 如果是 大家想一想 我們說什麼 這兩個來講是 我如果問的話 說主要展示世俗地的經典 跟不能如言而取的經典的話 應該是什麼 是三句四句相違 還是同意的話呢 我們會說什麼 我們應該說是四句型 為什麼 是不能如言而取的經典 不一定就是 主要只是在展示 說什麼 世俗地的經典 例如說什麼 波爾心經為例 為什麼 你看 波爾心經裡面是 照見五韵皆空 度一切苦惡 或者說我們在金剛經 心無所助而生其念的話 這個來講的話 是不是我們 都沒有辦法如言而取嗎 都沒有辦法如言而取 或者說什麼 是不是在金剛經裡面說什麼 若凡事虛陀還 有一念我是虛陀還 則不是虛陀還 這個是我們根本 沒辦法如言而取啊 這個虛陀還 如果認為我是虛陀還 它就不是虛陀還 那它應該認為 它自己是誰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是什麼 一般來講說什麼 凡是虛陀還 如果有一念說 我是地時存在的虛陀還 的時候呢 它就已經不是虛陀還了嘛 它因為那時候 已經有那種騙計的我值 虛陀還是不是 大家還記得 我們都一定是 至少到見到為止的話 它就不會有這一種說 我是地時 或者我是 獨立實體存在的虛陀還了嘛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一般所有的解釋 都是說什麼 若有虛陀還 有一念為我是虛陀還 則不是虛陀還的時候呢 中間這個虛陀還 不是簡單說我 不是我 所以我才會是我 應該是說 虛陀還 不會有一念的 自己是 獨立實體的虛陀還 因為這樣子的緣故 它才能被叫做虛陀還 因為如果有一個 地時 有一個獨立實體存在的 這個虛陀還的這個概念來講的話呢 它就已經有 地時存在的我值了 它就沒有資格 或者叫做虛陀還的這樣 所以這個叫什麼呢 這是不能如言而取的經典 但是什麼呢 它又是什麼 它不是主要在詮釋世俗地 它主要在詮釋聖意地 它主要在詮釋空性的嘛 那主要 詮釋世俗地的經典 就一定是 不能如言而取嘛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啊 比如說什麼 我說什麼 諸而莫作 眾善奉行 至今其義 施足佛教 這就是什麼呢 它主要是在詮釋世俗地 它不是不年如言而取 它就是如言而取的嘛 就是如言而取的 那有沒有 又是主要是 詮釋世俗地 又是什麼呢 不一定不是如言而取 有沒有這樣子呢 就說什麼 它又是主要在詮釋世俗地 又主要是在什麼 又是一個所謂的不了意經的話 有啊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說什麼 父與母是 因所殺的禁嘛 它主要要詮釋什麼呢 它這邊要詮釋是什麼 是第二行業 跟第二有業 主要在生在輪迴當中的這個東西 可是它把它取名為父跟母 字言上 我們看到是父跟母而已 不能如言而取 它是不是主要在詮釋世俗地的 它主要在詮釋世俗地 那有沒有又是說什麼 又也不是主要詮釋世俗地的 也不是不能如言而取的呢 當然有 是什麼 以現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覺得說什麼 像說什麼 波爾金裡面當中的兩萬五千頌 波爾金當中的十萬頌 這種東西什麼 因為它可以如言而取嘛 為什麼我們是不是以前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縣官舉的時候 以秩序派來講的話 它會說兩萬五千頌 十萬頌是了一斤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前面有說什麼 它說 這一切是以 聖意的角度說為無 而不是以明言的這樣角度 而不是以世間的這個角度而說 它在開宗明義就已經說了這個之後 所以後面講的無言耳鼻子的聖意 就知道說什麼 這都一切都是以聖意的角度而說 而不是以世間的這個角度而說 這很明顯 可是因為在於說 我們說 新經的時候 它前面就沒有這個開宗明義 它只有說照見五韻皆空 它沒有說照見五韻這是什麼的空 所以在以 因為我們中文就少了一點點 我們沒有藏文 在這個藏文的話它會說什麼 是照見五韻自信空 度一切苦惡 所以到於應成派的時候 它就會說什麼 它說 新經就是可以如言而取的經典 因為它說照見五韻自信空 度一切苦惡 無言耳鼻子的聖意 無色聖像衛術法 因為前面有這個開宗明義 說我是講說一切法是自信的空 那後面的講無言耳鼻舌 當然不是講說一般沒有眼睛 沒有耳朵 也沒有色法 我講的什麼 沒有自信存在的言耳鼻舌 對不對 我說如果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什麼叫做如言而取 什麼叫做主要詮釋的那樣子 好 那這邊來講 做這個區分來講的話呢 那我們 這是以上的意思 我們說什麼 若以區別 或者若以區分 不了一經呢 有堪能認許為如實語之經 與不堪認許為如實語之經二種 前者向宣說 有違法無常之經 是不是我們剛剛就舉的那個例子嗎 諸而莫座眾善奉行 這是不了一經 也是什麼呢 也是如言而取 可以如實語的 可是有什麼呢 後者則有主說用意的 具意區的經 跟主說意區的秘意的經 是不是我剛剛講的二類 我們前面講的說 詮釋意區的經典有四個 詮釋秘意的經典可以分為四個 在於不能 這個來講的話 實際上來講的話 這兩者 詮釋意區的經典 跟詮釋秘意的經典是什麼 是同意啊 用簡單來講的話 詮釋意區的經典 詮釋秘意的經典 同意 兩者是不是都是什麼 都是不能如言而取的 詮釋意區的經典 也一定是什麼 不能如言而取 詮釋秘意的經典 也一定不是如言而取 那大家有一點點概念之後 我再把我們今天 一直開宗的時候 所說的什麼 我說詮釋意區的經典的意思是什麼 詮釋秘意的經典是什麼 詮釋意區的經典是什麼 雖然他說的東西是 不能如言而取 但是他背後有一個 是不是有一個目的 有一個真實的一個目的 才會宣說這個 我不會平白無辜說什麼 你去做什麼什麼 那樣子來講的話 這個如果 當然不是說我這樣子 我們現在是在說 實地菩薩 佛陀來講的話 他可能說什麼 像我說什麼 我說 比如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可能說 你今天怎麼這樣子 或者說 或者我說 或者比如說 我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世間 我們一般來講 我看人家吃太多的時候 我說 那你再吃啊 你再吃啊 你再吃啊 那樣子 這個時候是不是 你再吃啊